現在本土的新冠疫情還沒有控制住 全國三級警戒延長到下個月14號 眼看著疫情加劇 科技部其實也在16號就已經下令了 國家海洋研究船隊取消出航 結果停在台南安平港的立競號 卻選在全台三級警戒宣布當天出海 不只是令人質疑 是不是在打自家人的臉 也讓人憂心忡忡 害怕過去像是海軍的磐石舰 還有郵輪鑽石公主號的群聚事件再度重演 對此科技部解釋 立競號是因為沒有收到取消通知才會出航 另外也是在離開港口4小時之後 全國才提升到三級警戒 台南安平港這艘研究船立競號 出航8天終於回港 不過立競號的出航時間 剛好是在19號全國升三級警戒當天 而且早在16號科技部就下令 國家海洋研究船隊取消出航 也讓人質疑 難道是在打自家人臉嗎 研究船它的營運 因為都是半年前左右就安排好了 但讓外界更憂心的是 立競號在出航前無法確認有沒有人確診 會不會再度重演去年磐石舰或鑽石公主號的群聚事件 當時磐石舰上36人染病 20多萬人收到細胞檢訊 至於鑽石公主號郵輪 則是超過700人被感染 12人死亡 兩起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結果立競號卻選在升三級警戒 當天出航 台北跟新北是三級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還在二級 原先預計出航的團隊跟他們講說 你們只要有居住地在新北 雙北 我們就預決他登船 如果說按照原來的規劃 就會43人出去 大概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都不能下來了 對此科技部回應 當時是在確認所有登船人員 體溫測量無意狀的情況下 才讓他們上船 而且是在出航四小時後 全國才提升三級警戒 另外立競號屬於不同的管理單位 所以也不在要求範圍 基本上沒有違規問題 只是防疫時期 民眾難免擔心 就怕看到類似的群聚事件重現眼前 接著黃富奇才能報道